网友开舞枪哄金曲 讲座断头 出龙印台眉头 孙子娇 你第一次主持 你明天还想来吗 我就是抱着明年 不会来的决心 第二三届金曲奖 千万只超时半小时就结束 主持人虽被夸空场平稳 但本届仍有五大缺失 而每逢金曲表演 必定有人表现失常 苦主这不就来了 是上届金曲歌后梦味 她为金曲开场表演献唱 被显终其不足 而台式制播品质 也被网友惊不得好 再见 黑白老照片 灰的音乐 埋进地面 收被批的是收音有够差 五月天表演时 主唱阿兴的歌声转播后 成了 有紫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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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GOODBY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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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看MISS A在台上进歌肉 但导播TAKE 大郎 警備狠批是哪门子的运镜啊 看都没 五熊老师有一句名言 是问兵带五熊上台领最佳做慈人讲师 只出得起香蕉的公司 绝对只请得到猴子 镜头就莫名TAKE到阿兴身上 阿兴扛着也中枪啊 还有没敢有待加强的字幕 也被网友笑 好像不专业的网友制作字幕 字幕真的很悲剧 不要开题的比这个好 主办单位更应超发入场门票 还观众有票不得其门入 在场外火大暴走 如果友情是一首长长的诗的话 我想这首诗的味道 应该就像 一根香蕉 吴日天夺最佳团体奖 在台上掏出香蕉课的举动 因违反小巨蛋不能隐食内贵作王